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飛船采用柴油引擎和燃料電池的混合動力來源 上升後用氦氣漂浮 業者將持續投入研發 要在二零三零年完全使用燃料電池 利用氫氦氧進行化學反應 達成零碳排的夢幻目標 即將要在二零二六年升空的還有這一台 美國航空新創公司所推出的旗艦客機Overture最新版 被稱為是協和之子 飛行速度是現有客機的兩倍 配用自動降噪系統 不使用厚燃器 還會有可以顯示數據 也讓乘客看星星的天窗 只要三個半小時 就能從紐約飛到倫敦 從洛杉磯到雪梨 英國泛寶羅航空展總是吸引著全球上千家廠商參與 四天的展覽總計有上萬人次 頂著酷暑高溫來朝盛 除了最尖端的炫木戰鬥機 發展勢頭熱絡的無人機 環保 減碳與乾淨能源也是討論焦點 不過要實現航空永續的發展願景 還有一段路要走 我們沒有足夠的潛艇飛機 它是很困難發展一個大型的飛機 因為電力量的重量 有些人在探索配合體驗 後疫情時代的航空發展 如何更永續 也是重要指標 華視新聞 度黑馬 度高 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